所以王琪我想先问一下 咱们要给观众们讲讲这首歌的一个背景 最好在这介绍一下 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是因为你去过可可托海吗 我在新疆生活了十年 对新疆其实很了解 你为什么要去新疆啊 我在北京 然后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朋友说 这个你看你 拼了十年了 你所谓的夜夜梦想也没有实现 你想要登上的大舞台 你也没登上去 你的歌 你写的歌 一手都没火 他说你来新疆嘛 然后我开了公司 然后你也别飘着了 你在公司打工吧 然后我就去新疆他的那个公司打工 是在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 对对 然后我们公司当时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给可可托海 可可托海是个小镇 它有个露营基地 然后我们公司给他们做设计图 然后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去了一趟可可托海 待了几天 拍了很多照片 回来以后跟我们分享 然后我一看那个照片 就把我迷上了 就是震撼到了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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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新疆的北疆风光 真的是特别迷人 四季有四季的风光 然后这个可可托海的名字 从此就在我心里边 就种下来这样一个种子 然后我就一直想着 可可托海太美了 然后骚托坑 我这个故事我都很了解 然后直到18年的时候 然后我才决定要写这样一首歌 然后19年我从新疆离开以后 我说我必须要写了 因为我想送给新疆一个礼物 作为我 作为新疆 我在新疆这十年 有回报 一种回报 因为我在新疆结婚生子 我觉得我这个最好的年纪 都放在了新疆度过的 这一切都是 我现在生活都是新疆给我的 然后我离开新疆 我想给新疆一点什么东西 然后我从来没写过 想过这首歌会火 然后当时写的时候 我就想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然后想了想起 我就把这个故事 放到了可可托海 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特别需要